上班路上在唱歌 画风突变 玉井 下班了还在唱 别急 还有 周深最新资讯 周深将参加2023腾讯娱乐白皮书盛典 娱乐盛典将于12月14日举行 期待众星云集见证荣耀的时刻 在2021年周深曾荣获腾讯娱乐年度白皮书 年度品质歌手的荣誉 今年将获得哪些奖项 带来哪些歌曲舞台呢 届时应该是会有红毯 有采访 有颁奖 有舞台 期待周深取得佳绩 期待新舞台 昨日工作室放出周深专属 生生不息嘉年华 第二期Vlog岁月录制及彩排现场无休音 黄岐山夸赞周深声音好亮 绝美和声太好听了 我唱着 对我唱那个 对我唱那个 但冬不一定流泪 有情还要是真 对我唱歌给你 对我唱歌给你 哎呦你不能唱歌 啊啊起来了 你只等待有年轻转 一直等待 永远青春的归人 你小心一点 我试一下 你这声音好亮 我小一点点看 一直等待 青春的归人 我们俩听词都可以说 一直等待 永远青春的归人 好 就是这样 三 二 一 走 我不合适 听得见吗 我可以再打一个女儿子 听到那个声音 我的声音给孙孙做一点 我心中不会有花 我心中不会有花 你最永远像初穿的清晨 你最永远像初穿的清晨 我满岁的 永远像初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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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了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下雪了 官媒却都在不育儿童的呼唤周身 新华社快看官微上传了一段 雪后故宫的视频 配文 北京初雪后的故宫 红墙白雪交相会映 美得像是一幅画 BGM用的是周身的光亮 人民日报官微同样上成了一段 雪后故宫的视频 配文 12月11日北京降雪 故宫博物馆被白雪覆盖 BGM用的是周身翻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此视频同时被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官微 和人民政协官微转发 同样是人民日报官微同一日上传了 记录2023我们的人生第一次的视频 BGM用的依然是周身的花开忘忧 而央视新闻官微也上成了一段 2023看了嘴角上扬的治愈瞬间的视频 配文走过2023 总有一些时刻温暖治愈着我们 用的BGM还是周身的新歌 我已渺小爱你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微转发了这个视频 央视频官微也上传了一段北京初学的视频 BGM用的是周身的雪花落下 还有很多其他媒体 比如北京卫视官微也用周身的光亮 做BGM发了故宫初学的视频 这些大佬级的媒体不仅把视频发在微博 几乎也都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 这种不约儿童又好像是约好了一样 只能说周身的声音不仅和薛景佩 更是深深的植入了大佬们的心里 国民歌手《时代之声》不是吹的 在娱乐圈中 艺人的品质往往被放在次要的位置 但周身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他不仅在音乐上追求卓越 在做人上也力求做到最好 他的人品如清流般的存在 是他深受大众喜爱央视和官媒的器重 我们期待他能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 和音乐才华影响更多的人 传递正能量 期待周身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能够走得更远更高 好棒 你好会主持 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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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爱你 走开 现在可以用百灵鸟了 百灵鸟 而且跟你聊天觉得你挺 你挺贴心的 是吧 贴心 暖男 然后旁边人跟我说 这是周身给你买的 大气 大气 那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居民 播送一些什么呢 他自己Q自己 自己Q自己 给周身夹点弦吧 或者我们叫做主题 可能不太好唱 不太 不太适合普通人唱 但是它其实 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旋律 这首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哒哒哒哒哒 就是这个旋律 会有很多人在KTV里面想要挑战他 这话不要说太早 这个不是很高 然后呢 我们吃一个调子 然后试一试 既然都已经唱了是吧 我劝你做人要善良 没有 对于一个能唱高音的歌手来说 这个半个音没有什么区别 那那反反而是前面有点太低了 放肆 我大概生一早试试吧 别让朕听到你的阴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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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还要再生吗 再生半个 试试 这在刚才那个基础上 已经再又生了一整个了 这是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创作机器 一二三三 其实很容易 你的容易我的容易好像不一样 还生了 你也是疯了吗 创作的思路逐渐离谱 我觉得太高了 你就行了 你这个对声乐要求太高了 可能 没听到 你这样 怎么现在